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歡迎收看我們的來倫酒啦 又到了我們來倫酒的每一個偶數月時間啦 那這次的話 5月31號 我就會來看到六月人這邊的合作活動了 那這次的話 居然是跟我們合作 數碼寶貝合作啦 數碼寶貝我怕我就還好 所以我們應該是可以來存一下票券的喔 但是如果大家有比較推的角色的話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喔 感覺也是蠻帥氣的 反正有活動活動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對戰的重點 就是我們要去刷我們這邊的角色 然後刷這邊的角色的話 我們就是要來累積他的批對啦 因為他這邊的角色就是我們可以拿到比較棒的批對 能力比較高的角色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原本批對的角色換掉啦 好 那扭蛋的話呢 目前來說他是主角配我們這邊的 這個主角裙 然後再配我們這邊的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樹毛寶貝這樣子喔 欸 阿怎麼沒有美美 美美要哭了 完了 而且那個咧 完了 素娜也沒有欸 哇 只有這個雙兄弟組合跟我們的這個 兄妹跟兄弟組合啦好不好 好 那這邊是太一 勇氣拍檔八神太一 跟我們這邊的這個友情拍檔十天大合 欸 我們這邊的這個光明拍檔八神光 跟我們這邊的這個希望拍檔高十月 蛤 等一下 我 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那個欸 完全不知道就是那個 完全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完全不知道這個小男孩的名字欸 原來他叫做越野 因為我們好像都 我比較記得是他的那個 拍的那個就是他的那個很可愛的那個 完了 這個我也不知道叫什麼獸 哈哈哈哈 我只知道這個是天女獸的這個小時候啦好不好 大概是這樣 完了 這個超雷 那個樹毛寶貝這個完全比較沒那麼熟悉 但是我以前小時候真的滿都有看啦 就是第一代的這個樹毛寶貝是有看的 但是以前小時候就是比較沒有這麼聰明啦 就是看不是那麼懂 但是很喜歡 有樹毛寶貝跟神奇寶貝選的話 我應該是會選這個 樹毛寶貝的喔 那這一次大家會不會推薦我們抽這邊的角色 也可以跟哲鈞分享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這邊的這個角色 就是刷我們這邊的這個吸血魔獸啦好不好 好 從現在開始刷 先確認一下 吸血魔獸應該是在我們這個工會的這個 兌換區應該也是可以兌換的 所以這邊 沒錯 每週換兩次 為了避免自己沒有換到 我們先換好不好 這一定要換的 不然到時候又沒辦法拿滿 每週給他換完就對了好不好 每週換完 然後每個月我現在都在努力累積紫色的雷納德 好 先換了兩隻了 然後看一下還有沒有其他手段可以獲得 沒有的話大概就是要狂刷這個了喔 那一樣用我們的超級批隊來刷 反正現在來說我們就是努力把我們批隊成員都換成 就是這種就是八星的啦喔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上一次就是有成功的八星成員 大概就是那個初音 初音有一隻八星跟一隻九星的人喔 所以這邊的話兩隊就會比較穩定 因為刷批隊的這個隊伍阿 說真的如果你沒有就是強力一點點的話 還是很容易就被打爛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點 我是覺得最近的話應該也可以再找時間 回去補一些以前的這個蘇帽貝 因為我基本上我最比較熟悉的就是 那個一開始的那個蘇帽貝 第一季跟第二季嘛 因為那個時候還有什麼惡魔獸那些 然後後面變成那個什麼刷條碼 或是刷十條的那些的就比較沒看了 但是我自己的這個怪獸對打的最好笑 我是玩那個D3 就是能夠搖的那個 但是反而就是D3就完全就沒有看了 那個好像是什麼B宅獸 對 然後對蘇帽貝就比較沒有那麼多的這個印象 現在來說就是長大的時候 因為像以前我小時候的時候也有看那個灌籃高手 但是我以前也是看不懂 我只知道什麼仙道 然後什麼東西鬼的 然後是長大之後回去重看才知道 喔!很好看欸 所以你小時候看的那個 看漫畫跟看動畫啊 就是長大之後你看到的話 可能就是另外一種那個不一樣的感受 欸不是啊 這不又跟上次那個一樣了吧 我上次那個呢 上次那個合作活動的那個魔神 我也沒有刷到100分之下各位 那很慘欸 那個真的是少了就是那個什麼 應該是少了就是我們那個 就是美洲的這個購買 大家這個如果發現澤民沒買的時候 記得再請信我一下喔 哈哈哈 真的一定要買一下 不然感覺是沒有辦法把它練到就是那個 100P的 100P對我們真的來說真的是太重要了 一定要100P 鐵鏡要100P 500P沒辦法 你看 雖然我們這邊就是一大堆這個滿P隊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邊要 要拿到也是很難欸 就沒有那麼爽欸 而且到時候我的這個構想就是 如果我活動的這個P隊都刷滿的話 那最好就是用活動的這個滿P隊去打就好 我就不用再把這個 艾倫這些放上來 如果不需要放艾倫 你可以過一些大關的話 那我們就舒爽了 那我們的P隊就是真正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用他來去刷 因為我們這樣就是會兩隊都是這個500P的這個 就不會卡了一隻這個艾倫這樣 因為艾倫目前來就是現在就是 我也沒辦法就是 取得太多的這個卡了 所以就選到這個活動的這個地方 太難了 白癡喔 欸 他刷這麼多場沒有半隻吸血鬼是怎麼樣 完了 喔那我還是比較懷念初音轉盤欸 怎麼辦 初音轉盤比較爽 唉唷 對啊完蛋了 因為初音轉盤的話 你看我還可以轉到2隻蜘蛛耶 他直接送2隻 然後第一隊跟第二隊的這個角色是可以出1部的好不好 所以 你在除非就是努力刷刷刷刷到就是我們那個 所有角色都有 不然要用2隻 所以就除非可以 好吃喔 真的是半隻都沒有欸 那這個要 這個我要怎麼辦 你看 我們這邊的這個 機會直接 直接又少了 少了5次機會 各位 哇這個難怪我們上市那個 上市的那個 六幣 六幣的那個魔神 我也不知道他是魔神 那個系列我也沒看 就是好像是那個什麼 我那時候就是五隻短生對不對 對 你們都沒看 哈哈哈 他真的跟很多系列合作很猛欸 所以他就是每兩個月就固定會有合作 Light ratio真的很猛 但現在來說這遊戲真的是一個很漫長的遊戲 就是比較類似養成系列 跟貓戰就是我覺得是兩種不同的風格 就是一個是不斷的就是慢慢養成 然後貓戰就是有新關破新關 然後看一些新貓這樣子 貓戰我覺得比較不像是養成的 因為他比較有少 就是刷的那個要素比較少一點點 他就是努力通關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要累積刷寶 然後累積這個支援 因為像我們貓戰的話 你也不會就是因為隊伍的那個角色 重複刷了多少次 然後其實就是打到的這個獸體 都會比較多 是沒有這種概念的 所以貓戰的話就是比較 那個 一關一關打 然後是比較休閒打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一直比較培養 就是休閒培養 呵呵呵 這兩個遊戲都很不錯 不是啦 老哥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把所有這關卡打完 是不是沒飯之息 哇靠 哇 哇真的要刷到一隻 很難捏 那也安捏 太可樂吧 我們到現在都一直隨機 沒有因為這遊戲就很像 他在旁邊額外的那個箱子啊 東西太多啦 他就不是只有單單那一點點東西就贏了 因為他還有一大堆那個 額外的箱子超級花的 成為武器 你看一直給我裝備寶箱跟草寶箱 不要這些喔 老哥 還是你待會直接給我一次掉三隻 你給我一次掉三隻的話呢 我就...我就...我就認好不好 那難怪我們上次最後幾天根本就沒有吸血鬼咧 而且我雷娜的紅利也一直沒給吸血鬼 他都一直在給那個素材寶箱跟裝備寶箱 呵呵 要哭死啦 各位 好啦 但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喜悅 5月31號這邊 我們六月活動已經確定 已經登場了 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龍馬寶貝的這個環節 那有四隻的這個新Ranger 是我們這邊的這個太一 跟我們佳俄跟我們的這個... 難怪啦 白癡喔 因為我們翻譯的問題嘛 因為八神光我記得以前叫佳俄 然後現在改了是不是 難怪我就不知道 但是大河就是那個... 大河就是那個... 佳布獸的那個組 然後我忘記小男孩叫什麼了 對啊 我記得以前小男孩好像也不是... 好像叫... 完了 想不起來了 但我記得應該也不叫阿月吧 是叫阿月嗎 忘了 完蛋了 好啦 那過期間都是數碼寶貝的環節了喔 又是到了這個... 刷我們P隊的這個時間了 那這一次的這幾隻角色 如果大家要比較推的話 也可以跟這次增加一下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系列的話 我應該是還好 但是如果強度很強 就是一定要拿的話 那我們是可以考慮來抽一下 那好險活友之前就是... 也沒有好險 因為我現在的資源都全部抽到那個... 那個壽司男跟那個... 暗影熊大身上了 對啊 那我也... 我也沒有額外的資源可以抽了喔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覺得不錯 可以再分享一下 那數碼寶貝活動來了 你們喜歡的也分享一下 那你對這個活動人的看法 那資源的話 我會繼續再刷一下 我們這個前面 我們看一下 這一次能不能 這三十幾天 再刷一個一百批的這個八星角色出來 好不好 加油啦 給個吸血鬼吧 拜託你啦 唉唷 拜託 吸血鬼 這到底要怎麼刷啦 唉呀